而在高雄有駕駛开宾示车行进三名区 疑似不满后方的骑士按喇叭来提醒 竟然是沿途骤停急刹车行进嚣张 而画面曝光尽管没有接获报案 但是B车的行为有触法的疑虑 最高恐怕将吃上三万六千元的罚还 另外在屏东也出现了路上惊魂 有駕駛切换车道不慎 当场跟另一部轿车发生擦撞 笑坏了目击民众 时机路口红灯已经转绿灯 不过前方冰式轿车却没有要动的意思 后方骑士忍不住按喇叭提醒 但这声喇叭似乎惹怒冰式驾驶 开始发出战斗邀请 冰式轿车一下子缓慢前进 一下子又踩下车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骑士开始加速前进想逃离 不过就算已经敲车 冰式轿车还是不肯善罢甘休 也加速追了上来 双方瞬间把道路当赛车场 轿车机车泥追我跑发生3号下午4点多 三明区天翔二路顶翔街口画面曝光 就被网友调侃并是又如何 直接被二轮海放 但安全问题开车上路还是得多点忍让 而这行为恐怕也已经触发 途中骤软刹车 并于车道中暂停之危险驾驶 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下 另外路上惊险意外还发生在屏东 开车开到一半下都吓坏 蓝色交流车直接撞歪卡在路中 有没有人受伤 双方驾驶还有乘客皆有轻微他挫伤 事发在5号上午11点多 当时蓝车驾驶行经横圈横公落 一次变换车道没注意才会碰撞两货 驾驶9侧值皆为0 路上状况多要避免事故纠纷 驾驶用路人恐怕还是得注意再注意 记者高手频道这么大